2017年的12月10号 开港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是看着现场第一箱掉下来 是它从一个完全不会动的码头 看到它第一箱掉下来 当时很多很多的兄弟们姐妹们 都是流眼泪的 可能这辈子都忘不掉 当时开港那天 第一箱就是我掉起的 我是学航海出身的 我觉得随着经济的发展 传播的大型化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么肯定是要从长江到深蓝的跨越 我就觉得应该去 水深更深的地方去工作 一开始我是从事的 这个桥调的本地操作 大概15米高空 有一个15平方米的一个驾驶室 每天你要装卸 15-100个集装箱的话 你每天要保持12个小时 这样的弯腰跟低头的姿势 说到为什么来阳山四七呢 其实我也想来看一看 究竟大型的码头这个装卸设备 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 500公里开外的一个远程操作 我们一开始来远程操作的时候 吊一个集装箱 大概要13分钟多 那么本地操作一般性 我们在传统码头 我们基本上三分钟不到一点 那时候对我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我们感觉原来 我们在本地那十几年的经验 毫无用武之地 我们那时候几乎每天是 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去码头操练 每天练到晚上一两点钟才回去休息 你要发展 你要创新 必须先要学会隔了自己的面 其实我们建真正能化码头 就是一个从头再来的勇气 我们把传统码头一些 有意义的经验 转换成了系统代表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设备根本就没有交互 指令层面根本就没有动作 它怎么动起来的 都是一个位置数 那么我们是通过现场一步一步调 演练过程我们做了无数遍 每天当时的口号就是 五加二白加黑 我们当时就是二十几个人 大通铺里睡着 整个团队在岛上工作 几乎是一个月下去一次 就是正宗的岛命 因为这一些核心技术 以前都是被国际龙头掌握着 我们选择来的人的目标 其实都很一致 一定要成功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性命 后来从掉一个集装箱 十三分钟多 提高到我们最短的时间是 做十个箱子四分二十秒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这艘东方东京轮 是上午十一点半靠泊我阳三四七自动化码头 它在我们码头一共装卸 三千四百二十个集装箱 桥调远程操作就是我们在船上抓起和放下的时候需要人工操作 那么一旦完成就完全交给系统接管 一个箱子从船上卸到了AGV上 再由AGV卸到了箱区里 回到掉之后再把箱子给收到了场地上 那这一个流程的完成真的是让大家群青鼓舞 开港以后我们大型设备陆陆续续倒案以后 你要满足我们整个自动化码头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人员的培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从一开始的六个桥调操作员 到现在的一百十五个桥调操作员 现在已经2022年了 我们整个自动化码头的装卸效率 相较于传统码头来说提高了将近30% 历程本要跌约了将近70% 利用我们新的F5G技术 可以实现我们百公里开外对于码头一线的调装作业 我小时候出生在崇敏岛 也是一个岛 十八九岁离开崇敏岛的读书 然后一直到在这个岛上 其实也待了大概十八九年了 你看着它从有到大 你在这里花了你将近整个青春 看着它慢慢地成长起来 阳山岗的位置非常得天独厚 它是我们长三角经济带一体化的龙头 又是我们一带一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 也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岗为成用 成以岗兴 整个阳山丝维港的集装箱 去到我们中国的一个府地 它其实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密语 有一个数字一直是在我们心里面的 上海港的年度吞吐量保持世界第一已经好多年了 那我们要争什么 我们要创什么 我们就是要去争取世界领先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 要心情地把自己拧拧紧 把我们的地基打倒了 我们今年还要上两台新设备 码头的暗线还将进一步扩大 集装箱吞吐量的产能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建设成世界最强最大最好的自动化码头 当然是我们上海港最好最好的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